花莲地区7号午后开始下起豪大雨 晚间警消带队前进秀林乡和平村 强制保全户撤离 主要就是因为7号晚间 时报局花莲分局发布豪雨土石流 以及大规模崩塌警戒预报 红色警戒三条就分布在和平村 因此晚间9点半宣导强制撤离村民 南区的六石石山赤柯山 也因为大雨造成土石松动滑落 暂时无法通行 夯陀大雨倾泻而下 开着大灯的轿车都快被雨势遮蔽了视线 花莲秀林乡7号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出现大豪雨 不只发布红色警戒 还有五个村落实施强制性撤离 民众只能在收容所内打地铺休息 大概有25个人在我们收容站里面 是是是 所以往南走的话就是 从德 富士 秀林跟景美 那个我们也是有做那个 预防线撤离了 花莲县府也已经宣布 秀林乡和平村8号停班停课 让民众好好避雨 而豪雨除了让人受到影响 也造成不少山区严重贪荒 你们有经过那个旧苏花县吗 什么汉本那些地方 没有 那有的金泡已经封起来了 都封闭了 对对对 人家在想凶又吐吐了 六十石山产业道路5公里处 以及赤柯山产业道路约7.4公里处 阴土石松洞导致落实 暂时无法通行 路口处已经拉起封锁线 并放置三角锥 突如其来的大雨造成不少灾情 民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温暖的家 也让国庆廉价彻底好堂 记者 徐一庆藏宣华人情统报导